來看的是台灣輕棒的強權古堡家商 出產了很多優秀的棒球員 包含了旅美好手林玉銘 還有前旅日好手王伯榮 陳冠宇等等 而就在今天棒球隊是舉辦了OB賽 讓這群學長學弟們正面的切磋 現場的最新情況要交給淳沛 淳沛請說 好的 主播觀眾 記者人現在是在三重棒球場 寒冷的夜難假期 現場的棒球迷 其實熱情不減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畫面 今天是傳統的棒球強權 古堡家商舉辦的OB賽 可以看到現場有非常多的球迷 他們不為天氣的寒冷 還是來到現場 好 那古堡家商 其實出了非常多台灣國內優秀的棒球選手 包含了旅外好手林玉銘 林家鎮等等 以及還有旅日的好手 現在已經回來台灣打球的陳冠宇 還有王伯榮 還有現在非常厲害的優秀的強頭孫義磊 他們都是古堡出品的 那我們來聽一下他們稍早的訪問 因為賽季各況是旅外的 然後很少機會可以聚聚 然後就覺得可以藉由這次機會 然後大家聚聚聊聊天這樣 你這樣沒有跟我說啊 他直接練出來我才知道 這次打得好 說明各個球團有看到 希望下次如果不能投球之後 可以讓我上去打擊也出不定 古堡家商厲害的學長跟學弟 齊聚一堂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現場掌握到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換給棚內 哈囉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